云州大卢霞史燕文 万恶罪魁常敬人 布袋戏经典人物角色 在黄俊雄首席弟子王毅 及真武洲掌中剧团的演绎之下 重现经典桥段 也为展览揭开序幕 云州大卢霞曾在民国59年 创下台湾电视史上97%的超高收视率 黄俊雄大师更被誉为人间国宝 获得42届行政院文化奖的殊荣与肯定 同时布袋戏人间国宝黄俊雄纪录片 也在今年上映 而如今荣旧创新 金光布袋戏教父黄俊雄特展 正式开展更是别具意义 布袋戏我们家族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那其实传承在这个时代来讲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娱乐形态太多了 所以布袋戏它最缺乏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就是新的群众 因为我们布袋戏在主流的娱乐当中 它还算是一个小众 所以今天这个展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是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 比如说Y世代啊 Z世代的年轻人来了解布袋戏 那其实布袋戏它有很多 许多有内涵的内容 然后很多艺术层面的东西 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子 关于创新其实我们金光布袋戏已经做了非常多代的改变了 从我父亲把从八寸藕改到十二寸 十八寸二尺二甚至到三尺三的藕 然后从固定的眼球改到现在是有眼瞼的这种电视藕 那还有到后来上电视之后做了一些特效啊 然后还有结合动画等等 这些改变都一直在做 那父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布袋戏它一定要随着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流行什么 我们就得追上它 对比如说现在最夯的就是AI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跟AI做配合来做布袋戏的创新 我们就个特展叫做《荣舊创新》啊 当初我们艺文处跟曾鲁洲跟黄小姐 还有王岩老师我们在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在整个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传统戏曲 布袋戏掌重戏的一个发展当中 黄俊雄大师他所扮演的就是一个荣舊创新的角色 也就是说黄俊雄大师他对于我们本土的布袋戏的一个发展 他的角色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把布袋戏传统布袋戏到现代 创到现代的这个布袋戏 他是一个可以融合过去传统的精神 然后有开创新一代的一个布袋戏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展叫做《荣舊创新》 是代表黄俊雄大师他在台湾布袋戏的一个发展 一个推广当中他扮演这个重要角色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我们大道城戏院这个剧场 做这个特展他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后续有更多的 有关于这个黄俊雄大师 他在这个布袋戏发展这个构成当中 他的贡献他的创意 我们继续的做一些推广 让台湾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能够认识 很难得的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传统艺术价值 特展以金光布袋戏教父黄俊雄 传承创新布袋戏的脉络为主轴 展出剧本手稿 收藏文物 作品精华片段 以及三代同堂口白传承的珍贵影像记录 让参观民众了解人间国宝黄俊雄的生平事迹 而展场更搭设主题实景 重现招牌主角史燕文 藏镜人 黑白狼军的经典决战时刻 我们有一些就是早期的呕头 其实是那个我们的非常忠实的戏迷 它协助我们提供的 对 那这些呕头它都是原来的样子 它没有重新粉刷过 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一直留到现在 那还有一些像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布袋戏歌曲是电视布袋戏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那也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些CD啊 唱片的收藏在这边 那这是平常比较少见到的 对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逛这个展 荣旧创新金光布袋戏教父黄俊雄特展 即日起到12月15日 在大道城戏院八楼特展区展出 展览期间还推出布袋戏精品手作 及布袋戏操偶教学工作方 相关课程资讯可上大道城戏院脸书专页查询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